Kahala這個區為什麼這麼受外面 比如說世界各地這麼多年來的 為什麼這麼普遍 原因是很簡單的 因為它其實真的王中大席 等於譬如說去機場 或者去市中心的購物來說 它本身Kahala這裡也有一個大商場 有戲院、有餐廳、有餐廳等 所以其實配套都很完善的 但是你其實不需要開很久 你可以去到Yikiki 又可以去到Alamana 我所說的車程有些事情 有可能是比如說十多分鐘車程 還不是開很快的重量 你已經可以到市中心那裡了 然後如果你再去機場 也是一條線這樣開下去的意思 所以在很多的情況之下 很多譬如說 通常買家 或者屋主 住在Kahala 其實很多都是 譬如說在大企業的 CFO CFO 或者是 其實專業人士都不會住Kahala 專業人士他們會住在別的區 Kahala真的是比較傳統的古澤區 通常都是第二第三個 或者本身是一個家族形式 用一個信託形式 去擁有這裡的物業 所以在這裏來說 很多屋主來說 他們的屋價不是太遠的 變成是適合價的 他們就會買 不適合價的 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全部都不用說 什麼 貸款 不需要借錢 還有在家族形式去運行 譬如說 Expenses Pay property tax 也沒有問題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時候我收到一些電話 或者EVAN就說 還有沒有價格 或者有些經紀 根本不是賣開這個區 譬如說他們給了我 那我也會受眾躍擊一下 不是 就是會給一個這麼低的價錢 基本上 很多時候 這裡的屋主 如果很涵養 他們笑話就算了 就不會罵的 但是 Kahana來說 另外一件事 真的可以說 我可以說 是很寧靜的一個區 因為它其實這裡不太準 做很多大型的建設 所以變成很多 你駕駛在這裡的房子 車來說 其實也不是太大的舉動 就是不同你市區 有時候有些地皮 它是重新規劃 就說 在這裡要建一個四十多層樓高的 公室建設 Kahana這裡 他們那個 駕駛地區是很緊的 他們不喜歡有太多發展 所以變成在這裡來說 住在這裡來說 就真的好像順住宅區 所以如果你本人想說 找一些比較寧靜一點 還有也可以說 四季餘下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這個館來說 去到海灘 就真的把握 你有一個 private gate 你可以到海灘 就可以游泳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 怎麼說 周居勞動 找 parking 或者上車下車 你走過去 游完水 又可以走回家 這裡又要衝身 然後可以休息 等等 那我就說到這裡 然後呢 或者我再有其他的介紹 再補充給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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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